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大的盒子 记得有点恰亮 从这开始啊 从哪开 应该是在底下开 底下这块可以开 是这个样子 看看 说明书 耳机 耳机 没有 打开 这个品牌 品牌的这些产品呢 还是相当 包装还是相当好的 哦 这个材质很好 嗯 手感特别好 分左右 哦 它分左右 这边写的L 这边写的R 它的 买 我买的是入门级的 它的型号是athm20x 可以转15度的角度 可以转15度的角度 这只款入门挤的 300多元 不到400元 我觉得性价比还是很好的 看一下它的 做工 这边是它的型号 然后呢 哦 这里有它的 logo 商标 它的线呢 从耳机输出的这个地方呢 做到相应的保护 还是比较人性化 而且材质也很好 我们看一下线的长度 大概有 大概有两米的长度 足够用 它的耳套呢 哦 这个部分呢 啊 里面还有这个 这个特别 特别柔软的布 这个呢 可能是皮革 做工还是相当好的 哦 这里还有一个细 小的细节 这是右侧的 右侧的这个底下呢 就塑料的等级是10级 这个应该是塑料的等级吧 因为我在DoubleX上看 看见过塑料的等级 它是10级 是Other 这个应该也是塑料的等级吧 然后底下还有个台湾 台湾的拼音 台湾制造 这个呢 这个耳机呢 还可以钻 哎 往外 往里 我们把它顺过来 把它顺过来 好 看一下左右 这边是左 这边是右 哦 带上 有点小 可以往处调 它可以调节 它这个是分大小头的 这是大头 我拔下来之后呢 这是小头 小头呢就可以接我们平常入门 手机呀 一些 MP4啊 什么的 手机的一些设备 那我们现在 借在我的这个手机上试一下 我们放一首歌 在年龄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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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很不错 很不错 我们找一首中低音比较好的一首歌 我们试一下 找一首低音比较好的歌曲 音质还是很不错的 毕竟它是一款入门级的品牌的耳机 很不错 好了今天的两个开箱 我们就到这里吧 AYYYYY